首先有個網友說買月餅房在哪裏 當然是放冰格 一定是冰格 一定是冰格 如果沒有位置 你其實這樣 拆了一盒月餅 它就不會很搖位 小小粒或小小一個 就放到冰格 應該有位置放的 你送給別人的時候 就放回那個盒裡送給別人 放冰格的不用想 待會我會說一下月餅 也會說一下那個 我們有個老友記 我不認識他 好像買牛肉飯的前妃空中服務員 蛤?那個? 是的 他真的夠僵 是 他說之前有人替他訂2000盒月餅 好像是 於是他就向供應商拿2000盒月餅 訂了材料 訂料買鹹蛋等等 我想說供應商這樣 你平時來做月餅 誰知道那個人 就沒有來拿貨 沒有給Deposit 於是他就多了2000盒月餅 希望吹雞 叫我們大家去買 今次成班老友記和華記 那些幫忙吹雞拍廣告 我們要不要出這些招 我心想 如果這件事是真的 你真是蠢的 不要想做生意 你不肯收訂的嗎? 你別人訂的 我都試過不知道有什麼店 當時盤賽也是這樣 而且說實話 你做生意的地方要收訂的 不是收訂的 對我來說 大家想我來買東西就知道了 全貸款 為什麼呢? 其實全貸款純粹我不是等錢用 純粹是我免得到時要看手平衡 這個麻煩 OK 可以不用訂的話 我最好不訂 我最喜歡賣現貨的 貨銀兩銀 OK 但是呢 就絕對沒有說那些 大家這麼熟 你們倆到時什麼什麼 不要搞 我也建立了這個形象 我不要說做生意 我只是這件事 我們都不知道試過多少次 無論社運界也好 什麼界也好 搞吃飯 喂 給你吃飯 阿正 吃飯 喂 你預我兩位 預我三個位 是怎樣的 到時見面給你錢三個水 老婆弘九個水三個位預我 到時你們倆人都不到 叫他不認福 直接你倆人家在人間蒸發 那到時怎樣呢 所以 老實說 不過我一定是先收錢 不過我極端一點 你收錢了不來 或者你訂了月餅 給了錢 不來拿 我都照樣 通常人家說 你不要想來 你收錢了 不可以 你一定要通知我 我來不了 給原因 我姨媽到 或者我不來拿 為什麼呢 就好像我們現在的 Stock Room裡面 有些2019年 買了一些書 2019年買了一個Sweetie TV 買了一個烏骨酒 不想來拿 打電話 國下剛才打的電話 已經停止服務 那我怎樣 我先丟不丟出去 是吧 因為始終是一個 其實一個買賣是一個承諾 但無論如何 我很感謝大家 今天都很支持 我們就不用用這一招 其實我自己計算 就不用用這一招 不過我吃個心芳芳 永遠這些Sweetie TV 我當然希望 馬上賣掉 我再次懇求大家 OK 我希望你們給我一個機會 因為我們真的 很有可能 很有可能 我才能夠這麼說 希望是我們最後一年賣這個月餅 明年是甚麼事都不知道 眾何方 這個只是奇異 最重要的就是 我真是真心希望 如果你是喜歡吃榴槤的朋友 好像今天 剛才我女生 她是個美女 她說 買一盒 我說你沒吃過 她說是 因為她吃過的人 是不會買一盒的 我跟鄭李明的意思 她說我想嘗試你的薄 夠不夠薄 外面的薄真的很難吃 我一試 我說我們先嘗試 其實我的心 只是想你們嘗試 甚麼叫做榴槤月餅 屌你老婆 不是一個月餅裡面 有些榴槤在裡面 就叫做榴槤月餅 那些極其量 是叫做難能吃的榴槤月餅 榴槤的冰皮月餅 是有其標準的 而標準是怎樣設定的 就是由這一隻月餅開始設定 為甚麼 她將標準拉到這樣 以後 below 標準的 那些是垃圾 那些人渣食的 那些人渣食的禽獸 含糟糕死全家吃的 而我們作為一個人 我們是要吃這個標準的榴槤月餅 真的是 你們吃過就明白了